大火快炒 热腾腾上桌 四样配菜装好装满 还有多道主菜任君挑选 全台学校都放暑假了 不过华饭大学的校园餐厅照常营业 让不少师生温香而来 不到中午就排起长长人龙 因为现在起到明年1月中 整整一个学期 华饭大学将供应全校学生免费午餐和晚餐 预计替每位学生省下近2万元餐费 三级警戒至今 为了因应防疫需求 许多住宿学生无法外出打工 校方启动急难救助措施 希望学生专心上课免除后顾之忧 有一些同学的父母失业了 或是同学自己本身在校外打工的机会没有了 所以在生活费上面的确会产生一些困难 5月底到6月这一阵子 学校申请了急难救助金的同学 很明显的增加 疫情重创各行各业 主计总处最新调查 发现5月受雇员工比4月缩水5万2000多人 其中住宿餐饮批发零售和娱乐休闲服务 员工都大幅减少 创历年同期最遭记录 另外5月经常性平均薪资为4万2863元 较上月下滑0.75% 部分工时薪资也月减近百分之八 降到一万八千六百五十七元 不过有些行业薪资仍易军吐起 电力燃气工业 矿业及股市参取业 电子零组件制造业 金融保险业 分别月增1.32倍 百分之七七点六六 百分之二十五点四九 以及百分之十点一四 国内贫富差距再拉大 根据2019年纵索税申报资料显示 国内最低收入的前百分之五族群 平均所得仅仅三万九千元 最高百分之五的平均所得则来到507点八万元 相差倍数突破130倍 差距比往年还要多 前财政部长刘亦如担心 疫情带动数位经济崛起 许多工作机会从此消失 未来的贫富差距恐怕持续扩大 人工智慧当然就是它大幅提升了生产力 然后整体的财富也是 可是问题的观点就是说 其实财富分配是非常不均的 怎么样的不均呢 就是这个会掌握了数位的人 数位科技的人 他就是走在前面 没有的他就是在后面 掌握数位科技的 有能力借钱创造更多财富的 都是这波疫情大赢家 有专家担心出口产业一飞冲天 服务业被打趴在地 整体经济和个人财富 朝L型两极化发展 势必埋下隐忧 我是觉得说被打趴很困难 但是L型也还不至于 那这个政府倒是要赶快纾困 尤其是对于这些 真的是被冲击很大的这些产业 那这些弱势 那应该要去帮忙 大力的花下去 我相信有一些相对的 比方说靠着时薪来过火的人 它会很苦 内需这一块呢 政府可能要花更大力气呢 来把这个整个经济能力 把它振振起来 我想这是重重是重 失业和低度就业增加 若是族群站在海啸第一排 纵使出口再好 政府也不能轻忽